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它来说很容易造成了一些残头化的现象是特别不好的 会让我们的头皮非常的疼痛 尤其是一些老卷的话或是长头化的女性朋友 他们用这种梳子来说的话是更会造成我们头皮受伤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个头发还容易出现断裂的情况 这种滚筒书纸用了一段时间可以看到上面藏满头画 所以说我们头皮和头画非常的受损 而且特别的难清理 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再用这种滚筒书纸了 第三就是断尺的书纸 很多朋友不舍得扔掉用到了坏掉了 弄到全部没尺的再来弄掉是非常不好的 像这种断掉尺角的书纸上面是特别尖锐的 用它来输入头画是对我们头皮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受损 因为它会刮伤我们的头皮 这样子我们头皮就会流血的一个现象是特别难修复的 而且我们这个头画也会受损 所以说我们像这样子的一个断曲书纸千五秒再使用了 看了视频大家清楚了吧 以后这三种书纸千万不要用它来说的话是非常不好的哦 喜欢的话请把它转发分享出信 希望能够到更多朋友们下期见